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的时候他特别访问了中山故居 但是在讲着讲着突然哽咽了 我们先直接来看最新画面 一天到晚 好 刚刚看到的画面呢是他昨天晚上见到了宋涛 但是今天呢他来到了中山故居 他特别提到什么 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也特别提到了孙中山的遗训 叫做和平奋斗救中国 他认为啦避免战争共同合作 这是我一辈中国人最大的愿望 昨天晚上呢 其实他就第一次的在会见送他的时候呢 讲出了反台独 过往啦 他曾经有提到九二共识 但是呢没有这么明确的直接讲出反台独这几个字 那但是呢他其实有特别提到 基本上啦 不论外在环境还有形式如何变化 绝不会改变 就他过往执政一直以来一路走来的坚持 昨天晚上呢也看到了 他在深圳这边看到了千台无人机 排出这几个字 叫融合两岸共创未来 520之前好这一些的举动大家都认为 有很多是可以让我们来作为评论 或者是来解读这样子的一个意涵 其实呢在今天他的行程里面 有特别的去参观一些跟科技有关的 昨天看到了千人台的无人机 这个表演之后 今天呢来到了腾讯 那由马化腾亲自来接待 算是非常高贵 为什么 因为据说光要迎接马英九这一团 他们是上百人 在做整个接待的运筹归货 然后马化腾从头到尾都陪在旁边 而其实呢他们也去了看什么 去了这个比亚迪 比亚迪呢当时他们看的是 百万豪华电动车 叫仰望U8 仰望U8最有名的是什么 是他可以原地360度的掉头 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这一台车 然后呢马英九他就在现场 看他确实他是能够做到像他广告上面讲的那样 他很好奇的还问了一下说 这个能领先多久呢 比亚迪现在的技术 确实在全球所有的科技人 大家都很好奇 他们下一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举 马英九这一次看起来了 除了政治方面 科技方面 他也希望能够来理解一下 目前对岸是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吴思耀是直接讲了说是不是又被矮化了 有要讲耶 马英九 因为呢他这一次觉得说街机的时候没有红地毯 甚至呢跟宋涛见面的时候 连称呼都没了 只叫他马英九连先生都没有了 他觉得啦 马英九说血浓于水 是不是连血都被吸干了 其实到目前为止 马英九呢 我们刚刚讲到 他昨天也看了无人机等等相关的表演 因为最近确实两岸 现在有很多的事件 比较敏感一些些 先前的惊吓事件 还包括最近在二胆岛这一边 被发现了无人机飞过来 怎么这么刚好 就是大江无人机 好当时呢 他们直接飞到了我们的这个民众 这个军官军营的上空 然后结果呢 后来他们就讲了 就像是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当然啦 邱国正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直接讲了 该打到就打掉 那但是大家也想问啊 那先前讲的 要配给外岛那些雷射枪等等 为什么这一次都没有拿出来用呢 大家想问的是 现在在我们的里岛这边 我们的前线这边 到底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当国防部长讲说 应该要什么重新来讨论第一级啊 等等的这些作为的时候 我们的立场跟态度 必须很明确 所看到的是金门 本来说啊 说要开始进行海上的 实弹射击演习 结果现在说要暂缓了 原因是因为呢 怕说会不会有挑衅等等的意味 大家问 怎么这个时候突然自己说了呢 又后来看到了 说现在国防部主动告诉我们 明天对岸要发射火箭 而且会经过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大家又想问啊 那不对啊 现在你会把这个东西特别挑出来讲 裴洛西那个时候你为什么 对岸朝着我们直接演习 射飞弹飞过我们上空 你还要这边跟我纠结 到底那个是多高 是在大气层还是在什么层 算不算我们的领空 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很好奇 为什么是日本人告诉我们的吗 还记得时空环境背景的不同 选举的时候他又会告诉你了 说哎哟现在呢他们的飞弹突然警报响了 不是啦 那个是他们在发射飞弹演习等等 那一次啊 赵超康告诉大家 说因为刚刚好在选举之前 投票之前 他说那一次的这个警报 确实对当时的选举选情造成了影响 民调就大概是在4%左右 哎上下本来是赢1到2% 之后呢民调跌4% 这往来就多少就6%了 那这里面影响最大的 就在南部地区 这一些些我们都想问 如果啦真的说 政治归政治啊 然后军事的部分应该要专业的评估的话 要请教一下 董萍姐您怎么样来看 好原因是因为 基本上大家都希望不要动到军事这一块 政治能解决我们就由政治来解决 马英九现在到对岸去 大家想知道的是 他这一次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 今天看到中山故居 他直接哽咽 对那个马英九前总统的问题 当然大家会很多讨论 不过我现在最想最有感的 就是赵绍康先生的爆料 就是讲那个简讯呢 造成国民党的选情重创 3到4% 特别在南部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得到 政坛内部的一个消息 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人 拱顾力雄当国防部长的呼声 一直都不断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 顾力雄的政绩跟手笔 我听到的说法是这样 那愿意配合民进党的政治选战 到这种程度 假的简讯 大家还记得吧 那天我也是在 TVBS同样这个节目 我收到简讯 快笑死了 讲说中文写卫星 英文写MISO飞弹 而且还写Air Raid 还写空袭 简直莫名其妙 这种诈数都使出来的人呢 如果真的因此而升官 太没有天理了 那这个就回到 马英九为什么会流泪 因为民进党这种事都干得出来 当你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 然后不把民众的安全性命 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眼看着两岸可以和平 对不对 孙中山国父 我们最尊敬的国父的愿望 和平奋斗救中国 还没有完成真的希望的时刻 两岸如果真的打起来了 如何的痛心 怎么不令人难过呢 那在这种时候 我觉得吴思瑶真的是 现在如果民进党 要选最无聊的政治人物 他大概排名会第一名吧 第一个 马英九上次带学生团 一访大陆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铺红地毯 大陆现在不是只有马英九去 没有铺红地毯 他现在基本很多人 各种领袖要去 他都没有在铺红地毯 大陆因为 最近一直在走简约风 以前大家印象中的排场的那种 什么红地毯 贵宾楼什么的 给你各种酒宴的 那时代已经过了 吴思瑶你没有搞清楚 那有没有加先生 这一次有讲先生 下一次没讲 或下一次又讲了 你这次有讲 你去给人家计较这个干嘛 那关于这个大胆岛 一直有无人机飞过去这事情 我本来也搞不清楚 因为我并没有当过兵 特别没有去外岛看过 结果我因为问了 专业以前在外岛 负责就是步军排兵的 当然现在将军 那时候还是旅长的帅化名 帅将军就告诉我 真的一语道破关键 你知道大胆 这个二胆岛是什么样的地方吗 就是在金门的布房里面 在有七万军队住房金门的时代 他那就是一个很小的哨所 就只有七八个人住房 现在整个金门 只剩下两三千人了 你看那个哨所 就是各位数字 可能五人以下 那五人以下 你无人机 不管他是民用军用飞过来 你拿步枪 你也打不到的时候 你只能要用无人机干扰枪 就是脉冲去干扰 可是我们军方全部的脉冲枪 今天赖事宝为了邱国正他回答了 总共军用多少架 两百多架 中型和小型的 请问一个各位数字 这么小的哨所 你会配置吗 那些军人发现说 我也没枪 我步枪也打不下来 他飞来飞去 我连把都秒不准 当然不能打 那这种事情还要讨论吗 我觉得大家很多问题 真的拜托 不要夸张 然后事实会说话 大家还是求取我们的和平 跟幸福才是共同的愿望 当然了 这次马英九 他去到了对岸 再一次的去 包括了这个冀组 包括了相关的这些参访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那也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 原因是因为 现在两岸之间的氛围 就是紧张吧 过往以来 所发生这段事情 然后到520的这段期间 然后就会发现说 我们的态度跟立场 也常常在改变 比如啦 射火箭这么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要公布 有的时候不用公布 有的时候在大气层外面 有的时候其实还好 到底要怎么理解 无法理解 唯一如果能够解读的话 那就是先举考量 选举期间只要有助于民进党 那他该公布 他就不公布 他不该公布 他就公布 然后他该说实话 他就不说实话 他不该说实话 他就说实话 那一切都是为了先举考量 就把我们的整个 国家的警报系统都破坏了 就把整个英文跟中文的翻译 标准的翻译 永平是英文高手 就把他整个都破坏了 这个就是目前的民进党执政下 我们的国防部 我们的整个国家安全会议 安全部门 就全部都把台湾乱了套 所以我觉得 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坦白说 他一切只想先举 一切只想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 然后来继续掌握这个政权 其心可意 我觉得马英九到中山先生的故居会哽咽 这真的是有感而发 我想我们广大的台湾的民众 我们的老一辈的人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由于满清时代的腐败 懦弱 然后最后台湾被迫 被日本人占领 割据 台湾沦为日本人的二等人 那中山先生革命 就是要改变这个现状 现在真的是可以高位 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日本 不到中国大陆的三分之一了 在大陆的眼中 日本已经不算一个咖了 我们两岸之间 已经开始 今天的现代化的生活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洗刷了 几百年来的这种耻辱 这个是很可告慰的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马英九他会哽咽 其实是有感而发 多不容易 可是目前我们又面对一个逆流 这股逆流就是台独 台独不但会给台湾带来灾难 也会给两岸的整个 中国大陆跟台湾带来的灾难 为什么 因为台独故意的要突立于美国日本 让两岸的中国人彼此之间相杀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其心又更为更为可比可意 所以马英九他从过去到现在 他已经明白的说 他就是要反台独 因为他知道台独对台湾的伤害 实在是太大了 我觉得他特别去看大江 然后腾讯跟这个比亚迪 其实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透过他所带去的摄影团 记者团 把大陆的这些在深圳里面 高科技的发展 传回到台湾来 让台湾更多的 更广大的年轻人 看到整个科技的发展 在大陆他们的格局 规模是如此的大 所以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你的心胸要大一点 眼界要宽一点 不要被困在这个小岛里面 然后眼光如豆 我觉得应该要让胸怀两岸之间 让我们在全世界揚眉吐气 请教一下渊老师 马英九上一回跟这一回 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们觉得他话讲得更直白了一些些 过往他基本上上一次就强调九二共识 宪法 他当总统期间什么都讲了 但这一次明确的讲到 他反对台独这么一件事情 不太一样 我非常奇怪 因为马英九比我大十岁 在我们那个时候受教育当中 反台独做中国人追求和平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我到今天认为这是原则 我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反对的 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反对的 就是说是什么 尤其是最后求和平 我没有遇到反对的 所以说马英九做的事情 是个好事情 马英九是一届平民 什么啥也没有 什么都不是 受邀最高规格 礼遇 你要了解 大江 腾讯 比亚迪 这些世界级的工厂 就不是说是做给台湾看的 就是说让马英九看 让马英九本身 对于大陆施出善意 大陆对马英九施出善意 马英九在台湾的话 被骂得一塌糊涂的 没什么道理 讲的这些话的话 很无聊 所以真的是很无聊 我都不想多说 不过有一点 我觉得是比较难过的 我想要强调一下 因为那天当场 我们戏上刚好 有这个自强活动 在宜兰就接到了 因为我们戏上 当然知道 那个Satellite 跟Mrs之间的差别 对不对 大家看完 你真的是选前的那个 就是当然了 我们戏上的活动 非常清楚 但你知道我难过在哪里吗 我难过 刚刚讲的这一句话了 什么大部分在南部了 我跟你讲 理性是公平的了 这句话里面 是有歧视南部的含义了 我跟你讲 你刚刚骂孤立熊的时候 我认为孤立熊很了不起 他能够预作判断 你对南部 你当过政治人物 你对于南部人会做这种事情的选择 你了解吗 孤立熊凭什么 孤立熊据我所知 他本来是个北部人 是个外省人 他怎么这么了解 他是偏吗 我跟你讲 我们搞政治可以 千万千万不要歧视 这种观念的话 来讲的话 这种恶劣的手段 如果有效 我们只能够觉得说是 不知道 那个时候当时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事后的话 因为其实赵康 他讲过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在讲马英九了 相信习近平 有什么错的呢 说什么 合起来 两个加起来 害他们原来赢会输 你们那种情况下 赢了也不见得会好到哪去 关键是你要学马英九讲出来 反台独 中国人求和平 这个话你讲得出来吗 我觉得马英九本身来讲 我以前对他的印象 就是不是那么正面 不是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马英九 这是做出来 他应该讲的事情 接受了邀请 而且连续两年 你刚问到我说去年 在湖南的时候 他会讲湖南话 也是除了到处哽咽 没有改以外 大部分表现的 基本上的话 合情合理 他本身来讲 会送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讯号 马英九代表台湾 热爱和平的人 不愿意打仗的人 我没有在台湾见过 愿意爱打仗的人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清楚 我今天为了来上这个节目 为了谈这个消息 我跟我的同事在一起 讨论了一下 他们都会觉得说 这个本身基本上的话 要认为这马英九 在大陆做的是一件好事情 对不对 我们本身来讲的话 要做中国人有什么错呢 而且这人家的自由 他是一届平民 他跟我受的一样的教育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我坦白讲 连蔡英文都讲说 我是读中国书长大的 那这个你可以否认吗 不能否认 对不对 那做中国人有什么不好呢 这是人家个人的自由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我觉得马英九本身接受 而且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事实上觉得说 是看到大疆的无人机 什么这种事情 尤其二胆岛 遇到的无人机 才是大疆的 那肯定中的吗 因为十分之九 全世界的无人机 百分之九十是大疆的 你很难买到不是大疆 我家都有两台 我家都有两台大疆的无人机 对啊 我毕业的时候 人家送的礼物就是大疆无人机 只是我不太会用而已 好来 但是